这究竟是个什么印记呢 我记得 上次秦玉峰曾摘下过面具 他额头上明明什么也没有啊 主人 你想不想知道他额头上是什么印记啊 我可以告诉你哦 不需要 我要等着他自己告诉我 那你一个人待会儿 我过去接了汤圆就回来 你这个回字用得好啊 不要脸 你还真把这里当成你的房间了是吧 我走了 去吧去吧 我又不是想孩子 你还担心我怕黑啊 等会儿别让他进来 一身脏兮兮的 进房间会弄脏地毯 等人离开凤一院后 狼王 你快进来 圣子里湿漉漉的 地上又还脏 进来我给你擦擦毛啊 刚刚不小心踢到你那里 应该没打坏了 要是耽误你着母狼 生不住小狼崽子了 那我可就罪孽深重了 你快进来吧 让我看看 你有没有被秦玉峰伤到 如果伤到那是要上药的 可不能自己一个人闷声熬着 多难受啊 左翼头狼 有你这么美的人关心着 他哪里难受了 你怎么还没走啊 我要是走了 怎么能看到你对着蠢东西这么好的一幕 你怎么能这样呢 极无双 你忘了刚刚是谁先挑衅的吗 是他闯入房间 先对我做出攻击之态 是他想摇死我 结果你一直袒护他不说 我们打了一架之后 你只给我喝了杯茶 却偷偷关心他有没有受伤难不难受 还亲自给他上药 明明我才是被他挑衅的人 我一百多斤的人跟他三百多斤的狼打架 你都不问我有没有受伤 去固执关心他